來到最新一期星運 今期我就不會就著新月圖 去做一個general的星判分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接下來這段時候 最大的量點 不單止是量點 是最大的危機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在我 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 其實已經公佈了出來 詳情我會在這個post的文字內容 我會把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講起我每一個post的文字內容 其實我自己出post 我塔尖亂林出post 是真的圖文聲並謀的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圖 或者去聽片 就不去看文字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說 咦? 不知道我塔尖亂林 是正在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去幫其他黃店優惠的一個campaign 是的 我說咦? 其實我在 我在我每一個post裡面 我都會打這段文字出來 他說我沒有看文字 唉 真的 怎麼幫你呢? OK 好 那 也當我想說什麼呢? 是的 同時在這個post的文字欄那裡 我也解釋了 那就真的成門口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信任 是的 那我今期真的是超忙 因為我開升盤 就是我算命層面那邊 那些客人已經排到去才拿去 是的 就是我塔羅占卜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24小時候 或者 就是如果有時太晚 那就每天吧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拖的嘛 塔羅占卜 是的 但是呢 算命那條隊真的排得太長 那就 嗯 令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沉痛的決定 就是說呢 接下來15滿月的那個星運呢 是要取消 是的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 其實 我寧願 跟大家趕緊取消 有一個心理準備 而如果我到時真的有空 我真的搞定我算命那些客人呢 我反而到時出 令到大家有一個bonus 明白嗎? 不要到時才說沒有啊 那那個負面情緒會更加大了 是的 但是我想一想 因為 其實 最近 真的差不多 我想2020年以來 那個星運呢 有很多的制度和模式 都是不斷的很多的改變 但是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 正所謂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斷的進步 很多的改進 但是呢 我不想經常好像有太多的一些 翻天覆地的改來改去 令到大家 產生一些厭惡的程序 那不如我這樣說吧 嗯 我不要說一刀切 一定斬走了 十五 接下來十五個滿月星運 是的 但是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如果最高like數的三個 是的 的三個星座呢 那我接下來 即是今次 是今次這個初一星運的每一個星座 哪三個是最高的like數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那我就 在十五滿月那一期 我就寫刀寫出來 是的 但是 還有 Absolutely Speaking 你也是要過了20個like的 是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小貓心思就是我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鬥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兩個like OK 那難道我 做給兩個like那些題嗎 是不是? 那 即是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是的 那麼 也是 Facebook我想見到紅色深深 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甲 好 那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就說 不會去講 就是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一個分析 但是呢 不說還需說 是的 不講還需講 因為我畢竟呢 其實說真的都已經是 去 幫助了這幅新月圖回來的 OK 那 真的很簡短去講講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三分上 OK 很多的藍色線線 就跟這個新月形成了一個三分 那同時呢 這個天地 即是這個IC就有這個 金液合水的 是合得正正 是搭正這個IC 那其實今期這個農曆潤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些婚生家 爭遺產 離婚 兄弟 一些家族的決裂 是的 OK 好 那 但是 但是最重要那個 最嚴重那個 星象分析 在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看回 這個文章 就是這個Post的文章 的那個 那些連結 是的 就是我在5月17號的 凌晨 4點35分 已經有講的了 那就接下來 唯有祝大家 平安大吉 嘩嘩嘩 水瓶座 無論是太陽 或者上星水瓶座 這個新月發生在雙子座 是你們的第五工 那 因爲這樣 所以你們這個農曆潤勢的 那個運勢 是漂亮到飛天的 是的 無論是事業 將會無往而不利 那如果是學生哥的話 學業都會是 突飛猛進 是的 那個成績都會好好的 OK 那 莫非是考DSE的學生 是的 但是 無論如何 那 那麼 嗯嗯 即是就算是 你學校在 學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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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的話 都是會 好 即是 Flying Colors 那些成績 OK 還有如果有些什麼 的人生很大的計劃 例如 去做Working holiday 移民 自業 那這些 都是會 非常之 一反封信的 對 而且是會有一個 Good Result 的 OK 對了 我經常都跟我的客人說 準和準是兩回事 當然我去看牌和看星盤 然後我去做星座運勢 我都一定會說自己準的 我不會賭自己米 但是準不準 每一個人的身上 就未必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那個盤 其實可能有一些空星會 給你射走一些好的力量 但是當然相反 如果我和你們在星盤裡說 會有一些不太好的運勢 但是如果有一些吉星 都是可以幫你化走 所以準就一定準 但是不一定中 如果是水瓶座的朋友 如果這個農曆四月 農曆四月 那你們覺得 真的不覺得特別好 為什麼呢? 第一 可能是你們那個盤裡的 火星在裏作碎 有一些壞東西在裏作 OK 會和你去弄走那個吉象 那另外呢 可能是你那個盤裡 一些水象星座 有一些不好的上位 對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 真是很厲害的水瓶座的人 OK 上星月亮太陽 都在水瓶 甚至是有群星拱罪水瓶 其實金國農曆四月 是你 可以說是這一年裏面 或者可能我當這十年裏面 是最漂亮的一個階段 對了 那 還有 其實尤其是哪一種水瓶座呢? 其實是水瓶中間度數那些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的水瓶是在太陽 或者上星下 在10度去到20度 其實你們是會更加吃得中那個洗的 對了 OK 嗯嗯 那 所以說真的 有些什麼很大的變動 對了 那就真是 趁這個 農曆潤四月去做的 因為真是 升職有沒有忙 升職有忙 加身有沒有忙 加身又有忙 對了 要得到認同得到 老闆去喜歡 去貴人 又有 真的 我見不到有些什麼壞事可以去 就是要你們避免 那真是 所以是漂亮到無倫 所以我 在這裡祝你們 當然是事業一盆封信 總之 任何一些很大的 影響到你人生的 一些Career 或者一些長期目的事情 那你們就真是趁這個農曆四月去起動 那